《易經》為什麼了不起 因為今天我們可以這麼說 古往今來不分中外 一切一切的學問 一句話就講完了 天文地理 反正你說得出來的 包括最新的以及還沒有發生的 一句話就講完了 一陰一陽之味道 離不開這個 很多美景我們為什麼看不見 為什麼不會欣賞 因為我們坐了汽車 你看汽車只顧看紅綠燈哪裡 所以就看風景 你騎腳踏車你可以看到風景 可是當你坐上汽車的時候 你整個心情就變了 尤其是開名牌汽車 一定要把鑰匙拿在手上 人家才知道是你的 否則人家以為你是司機 這夠麻煩了 這夠麻煩了 其實我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 某些人常常要講 我花多少錢去買這個汽車 就是生怕人家把他當作司機 人是越來越可憐 叫做越活越回去 我們要了解孔子的話 也是一句話就講完了 真正孔子的思想 一句話講完了 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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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不可 天下沒有絕對可以的 也沒有絕對不行的 沒有 所以我們把孔子講得太僵話了 這是對不起孔子的 老子的忠心思想 也是一句話講完了 道可 道非 常道 當有人說可以的時候 結果有人說不行 這才是正常的現象 其實任何事情 大都是相對的 你長得高 還有人比你更高 你長得胖 放心 還有人比你更胖 你說天理教我最懶 還有一個連話都不說的 比你更懶 其實 人比人是氣死人 所以我們早上曾經講過 人不要跟別人比 我們這一輩子來是要做自己的 不是要做別人的 不是要跟別人比的 我們學英文 一天到晚都在講這個話 Be yourself 可是我們忘光光 我們是不是學這個 就要模仿那個 就要追趕那個 完全沒有必要 每一個人 發揮自己的特性 每一家公司 把自己市場區各做好 我就做 我該做的 其他根本沒有的事